德国病理学支付,炎症是癌症的祸根,提醒这五种炎症托不得。 从小在苦日子中长大的常先生,一直很努力,靠住自己不断地努力,他买了车,买了房,自己娶了媳妇。 为了给老婆孩子更好的生活,他忙起来都顾不上吃饭,经常饥一顿饱一顿,之后更是患上了胃炎,被胃痛所困扰。 仗主年轻,他并没有把胃炎当回事儿,胃痛的时候自己服药缓解,直到近几年,事业稳定了人才稍微得闲。 不过,最近他发现自己的胃痛症状越来越明显,便到了医院检查,看到诊断结果为胃癌的时候,常先生悬着的心算是死了。 医生叹息道,不要小看胃炎,患上胃炎时如果不加以干预和治疗,渐渐地就有可能发展成胃癌。 一、六分之一的癌症由炎症引起,别不在意。 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维尔孝曾在细胞病理学上发表过一个观点,炎症是癌症的起源和祸根。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报告指出,世界上有六分之一的癌症是由细菌,病毒感染引发的炎症所致。 炎症其实是人体的一种基本免疫反应,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慢性炎症发生时,炎症的损伤与修复过程在不断反复,在修复过程中细胞会不断分裂、增殖。 而细胞分裂的越多,DNA复制出错的几率也会不断变大,从而增加了癌症发生的风险。 下面这几种炎症不及时治疗可能会演变成癌症,一定要提高警惕。 1.胃炎、胃癌。感染幽门罗杆菌后可能会导致胃粘膜被破坏,引发慢性胃炎,甚至发展为胃溃疡、胃癌等。 据统计,感染幽门罗杆菌者胃癌的风险是普通人的4到6倍。 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幽门罗杆菌列为胃癌的第一大致癌员。 2.肠炎、肠癌。尽管不是所有的肠炎都可能会癌变, 但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如果病变时间长了,病情反复发作就可能出现腺流氧吸肉,从而被肠癌盯上。 3.肱颈炎、肱颈癌。高微型人乳头流病毒感染引发的肱颈炎,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发展为肱颈癌。 4.胰腺炎、胰腺癌。急性胰腺炎反复发作可能会发展为慢性胰腺炎, 导致胰腺炎发病率增加10到20倍。 5.肝炎、肝癌。据统计,我国80%到90%的肝癌都与肝炎病毒有关, 长期以肝感染或饼肝感染,会引发肝炎,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癌。 2.醋炎饮食是炎症加速剂,尽量避开。 2.2021年4月一项涉及15项慧萃分析近400万人的研究发现, 醋炎饮食可能会增加27种慢性和早死的风险。 醋炎饮食是指长期食用会增加人体炎症的食物, 而抗炎饮食则是指长期食用能降低炎症水平的食物。 建议饮食上要避开这三种醋炎饮食。 1.红肉加工肉类 饮食营养与炎症癌症危险性的关系指出, 消化红肉时体内会产生亚铁离子。 N.亚销激化合物,可能会诱发DNA护补剪基对肩胶脸, 甚至诱发细胞癌变。 北京市集谭医院卫肠外科主任石瀚平提醒, 平常要少吃红肉、加工肉、多吃白肉等肉类。 2.精致碳水食物、高糖食物。 高糖食物即馒头、面包、饼干、米饭等精致碳水食物。 食用后会导致血糖很快升高, 促进细菌病毒的生长及体内炎症因子的增多, 从而加重炎症反应。 3.高脂肪食物和油炸食物。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每人每天摄入食用油应该是25到30克, 但据调查显示我国居民每人每天平均脂肪摄入量是80克, 食用油摄入量是43克,远超推荐量。 3.给身体抗炎,需做好这四点。 为了避免炎症带来的身体损伤, 给身体做好抗炎。 平常要注意下面这几点。 1.运动抗炎。 肠道微生物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 运动能在关节炎患者体内产生内原性大麻素, 促进肠道益生菌抗炎物质的产生, 从而减轻疼痛。 建议健康人群每周进行150分钟的有氧运动。 2.多吃抗炎食物。 多摄入抗炎食物能够改善体内的炎症因子, 避免疾病的发生。 建议平常可以多吃糙米、黑米、藜麦等粗粮。 多选择不饱和脂肪酸食物, 另外要多吃鸡蛋。 瘦肉、鱼类、豆制品、乳制品等优质蛋白质食物等。 3.积极应对疾病。 定期体检筛查能够尽早发现疾病。 一旦确诊疾病要积极控制应对, 避免发展得更加严重。 4.好好睡觉。 平常要保证好质量的睡眠。 建议最好在每天晚上23点前入睡, 规律的作息时间。 高质量的睡眠能保证褪黑素的分泌。 而褪黑素有抗炎、抗氧化等功效。 不要小看炎症。 有些炎症久治不愈也可能发展为癌症。 为了给身体抗炎, 平常要多吃一些抗炎食物。 适当运动积极应对疾病, 并且保证高质量的睡眠。 如果可以, 要做好定期的体检筛查。 一旦发现疾病要积极治疗。